主料,玉米片100克,可可粉6克,核桃40克,低筋面粉150克,糖粉20克,黄油40克,鸡蛋一个,首先,将黄油室温软化,将软化的黄油加入糖粉和低筋面粉,然后加入鸡蛋液,再加入可可粉,揉成面团,将玉米片在锅中炒碎,将玉米片和核桃圆加入可可面团中,揉成团, 将面团,用擀面杖擀成长方形,用油纸包住,放在冰箱冷冻半小时,半小时面饼备硬后取出,切成长条,放入预热好的烤箱,170度烤12分钟即可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